林子21岁了 21岁,有人还在读大学 有人已经历变,人间疾苦 而21岁的林子,只有大专学历 平生一无所长,没什么朋友 甚至连一份全职工作也没有 只能一人打好几份零工 每月上交给父母2万日元的生活费 一起在咖啡店兼职的例子 注意到了林子的窘况 便提议一起合租,分摊费用 林子迟疑了一下,点头同意了这一提议 奔波多日后,两个女孩终于找到了心仪的住所 一套车站附近的两居室,月租9万日元 签完合同后,例子却突然宣布 男友刚制也要搬进来同住 并分担三分之一的房租 甚至将比两个女孩先搬进新家 林子之前只见过刚制一次 还没有做好准备和陌生人合租 自然被这一消息搞得猝不及防 她试图拒绝例子的要求 却因为太过软弱而失败 快要搬家了 林子连夜在父母家赶置着一条窗帘 弟弟拓也担心姐姐在外面照顾不好自己 嘴上却假装满不在乎 还催促姐姐赶快离开 不要整天用噪音打扰她学习 等到搬家那天 林子收拾好行囊 准备在新公寓里开始新的生活 刚制却带来了又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她和弟子分手了 如此一来 弟子不可能再加入合租阵营 只剩林子和刚制朝夕相顿 两人都没有足够的钱单独付房租 只能暂时互相忍耐 傍满下起滂沱大雨 一只小猫被装进盒子 遗弃在林子门脉 她不由得心生侧疑 便将盒子搬进屋 随后便出门买猫粮了 可林子怎么也没有想到 等到她回家时 刚制竟然已经将小猫扔回了街上 和因为失恋而对她大发脾气 林子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 发现可怜的小猫 已经死在了来往的车轮之下 一日 太阳照常升起 刚制外出回家 发现自己的全部行李已不知所踪 房间就像没有人住过一样 空空荡荡 她断定 这一定是林子的报复行为 便报了警 和一声称 自己在其中一个包里 装有一百万元现金 要求林子一并赔偿 得知这一切前因后果后 民警有心帮助单纯善良的林子 便暗示她 假如承认在同住期间 与刚制发生过关系 此案便可以被归类为 一般情侣之间的争吵 由刑事案件变为民事案件 但林子坚持原则 不愿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 在拘留所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 她最终被处以20万日元的罚款 并有了前科 经历着一系列变故 林子以无力支付昂贵的房租 只好再度搬回家里 与父母同住 回家后不久 是林子的生日 母亲端出了草莓蛋糕 父亲准备了啤酒 但家里的气氛 却还是凝重异常 没过多久 父母就因为琐事 再度争吵起来 弟弟也大声埋怨着林子 责怪他 不该随便离开 又随便回来 黑成了招人非议的前科犯 影响了他去私立学校的升学考试 林子忍无可忍 宣布 自己攒够100万日元后 便会离开家 从此独立生活 再也不依靠家人 那是一段林子 最不愿回忆的时光 每天 他都要面对邻居们的窃窃私语 面对家人们的奚落与争吵 自负一日地做着各种坚持 将存够100万 当作了最后的信仰 但林子不知道的是 弟弟之所以那么迫切地 想要考上私立中学 是因为 他在现在的公立学校里 一直遭受着霸凌 只有换一所学校 才能摆脱那些校园恶霸 而弟弟拓也不知道的是 姐姐林子也有勇敢的一面 那天 拓也在放学路上 刚好目睹了姐姐的高中同学 当街嘲笑他的场景 但姐姐并没有像在家里那样 逆来顺受 而是奋起反击 用豆腐打跑了那些讨厌的女孩子 这时拓也才发现 姐姐在家里永远那么温柔 那么好欺负 更多的是因为 她深爱着家人 不愿用言语重伤他们 姐弟呀终于和好如初 因为林子不用手机 两人便决定 在林子离开家后 通过写信保持联络 曾够第一个100万日元后 林子离开家 去一个远离东京的海边小店打工 在那里 林子负责油炸食品和制作雪花冰 并因为雪花冰做得好 而大受老板赞扬 从未受过夸奖的林子 很受感动 她忽然明白 不论外表看起来 怎样平凡的人 其实都有令人 意想不到的天赋 另外 林子还有了一位追求者 在海边度假的男孩 又树 又树对林子一见钟情 不仅主动提出教她游泳 还邀请她去参加了 朋友们的聚会 想让林子融入海边的生活 聚会过后 又树送林子回店里 并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但林子认为 两人相识不过几天 甚至连对方的姓名都不清楚 这样就谈情说爱 费免有些奇怪 存够第二个一百万后 她便离开了海边小店 也淡出了又树的生活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属于林子的 只剩泛着海水嫌味的回忆 以及一封又一封寄给拓爷的信件 这一次林子选择在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度过秋天 并在当地饭店老板白石的介绍下 成了藤井阿姨家的摘桃帮工 继续打工存钱 不仅如此 藤井阿姨还胜赞了林子的摘桃技术 说她是天生的桃子女孩 久而久之 村里人都听说 藤井家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做帮工 也听闻了桃子女孩的美名 村长灵机一动 决定让林子担任村里的形象大使 去电视节目上推销这里的桃子 策进经济发展 改善村民们的生活 这一提议虽然听起来不错 却让林子十分为难 一来她天生内敛 不擅长社交 更不要说去电视上宣传了 二来她曾有前科 也许会给村民们带来负面影响 藤井阿姨家 还有一个老实芭蕉的儿子明南 虽然性格内向 却对林子照顾有加 她提醒林子 如果真的不想成为桃子女孩 就要勇敢坚决地拒绝村长 否则最后一定会身不由己 在明南的鼓励下 林子鼓起勇气 拒绝了村长的提议 没想到 村长竟召开村民大会 想利用舆论的压力 逼林子就范 而一听说 林子不愿为山村代言 村民们立刻翻了脸 说 她这种做法是极是乡下人 即使有明南出面保护 各种乌言慧语 还是扑面而来 压得林子喘不过气 她不得不对着话筒 大声说出了 自己有前科的事实 随后逃离了村民大会 秋天还没有过完 林子也没有存够一百万 就不得不离开了这里 临行前 好心的藤井阿姨 给了林子丰厚的薪水 叮嘱她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在乎别人的流言蜚语 而明南则送给林子 一袋自家的桃子 当作临别礼物 并开车送她去了车站 林子坐在车里 一边吃着桃子 一边望着 渐渐远去的山村 忽然明白 人与人之间一旦熟悉 就会暴露出一些难堪的事实 这也就是她现在 还无法在一个地方 久留的原因 下一站 是一座距离东京 一小时车程的小城 林子租下了一间新公寓 并在合同保证人内栏 填上了弟弟拓也的名字 通过中介打来的确认电话 拓也意外得知了 姐姐现在的住址 而林子 也在一家购物中心的园艺区 开始了新的打工生活 和她共事的 是同样21岁的男孩中导 中导还在一所大学 攻读心理系 这份工作只是兼职 在她的帮助下 林子很快便适应了新工作 不久后 其他部门的同事 准备举办一场联谊 并邀请中导和林子 一同前往 两人都是不善社交的人 但为了促进同事关系 只得尴尬应允 不出意外 联谊刚进行完第一场 中导便找借口先行离开 顺便将林子也解救了出来 还送她回了家 放着这个男孩 骑着单车远去的背影 林子发现自己恋爱了 不久后 中导主动邀请林子 一起喝咖啡 在她面前 林子第一次敞开心扉 讲述了自己 存够100万日元 就搬家的原则 以及她的来龙去脉 可话刚说完 林子就悔之不迭 她害怕这些过往的经历 会让中导讨厌自己 便匆匆逃离了咖啡店 中导急忙追了出去 安慰着林子 并鼓起勇气向她告白 一向被抛弃的林子 从未想过 有一天会遇到 真正彼此相爱的人 不禁又惊又喜 两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恋爱初期的日子 总是那么甜蜜美好 林子变着花样 给中导做好吃的 并不时住在那里过夜 但没过多久 这份瓶颈 便被另一个女孩的 出现打破了 那女孩名叫智代 不仅是园艺区的新员工 还是中导的心理系学妹 十分活泼可爱 渐渐的 中导开始经常晚归 态度冷淡 工作时 也不再那么关心林子 而是将大部分注意力 都放在了智代身上 更让林子感到诧异的是 中导不仅向经理 要走了她的值班表和公司表 还开始频繁向她借钱 并且经常私下和智代见面 两人外出吃饭 游玩时 几乎所有的开销 都落到了林子头上 终于 林子醒悟了 她不愿相信 中导是为了钱 才跟她在一起 也不愿相信 中导竟多次让她 为她和其他女孩的约会买单 但林子还是鼓起勇气 当面和中导提了分手 回家后 林子忽然发现 信封里多了一封来信 来自弟弟拓也的回信 信中 拓也第一次向姐姐 讲述了自己在学校 被霸凌的经过 但这一次 她没有一再忍耐 而是勇敢反击了对方 不仅如此 想到那天 勇敢和坏女孩们作战的姐姐 拓也还放弃了 去私立中学的想法 决定不再逃避 继续留在公立学校读书 不让姐姐失望 末尾 拓也叮嘱姐姐 有时间给父母打几个电话 她们其实也很担心她 看到这里 林子泪如雨下 原来 她一直都在逃避现实 却还是弟弟心目中的英雄 林子忽然明白 维持家人与朋友关系的关键 并不在于保守秘密 而在于勇敢面对 而告别过去 告别爱过的人 只是为了迎接更好的开始 这样的勇气 师托也赠予她的礼物 就这样 林子收拾好行囊 买了一个甜甜圈 准备奔赴下一场旅程 另一边 智带却在劝说着中导 希望她将真相告诉林子 反留她不要离开 原来 中导之所以一直向林子借钱 是因为 她不想让林子 太快存够一百万日元 害怕她会真的离开 可是到如今 一切都为时意外 中导一路狂奔了无数条街 却还是没能追上远去的林子 因为 有些感情一旦错过 就再也回不来了 而林子清楚地知道 眼前的这座小城 她不会再回来 下一段旅途 她也不会再逃避 世间三千事 三千烦恼丝 夏末萤火尽 不妨入山林 林里闻旧院 爱旅两相断 明朝赴他乡 韶华哥未央 我们都曾经是年轻的林子 在旅行与逃离中 慢慢长大 经历过青春的阵痛 离别的眼泪 再微微一笑 重新出发 或许 这就是成长的意义 故事配老酒 明朝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 明朝在聚首 徒登的宗监 在说货币里面 合赞地人 傍币里面 荒联兴